全唐诗卷34463 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园外二手 韩语 天街小雨润如酥 草色遥看尽雀无 醉是一年春好处 绝胜烟柳满黄都 莫道观盲身老大 继无年少逐春心 平均仙道江头看 柳色如今身未身 全唐诗卷34463 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园外二手 韩语 天街小雨润如酥 草色遥看尽雀无 醉是一年春好处 绝胜烟柳满黄都 莫道观盲身老大 既无年少逐春心 平均仙道江头看 柳色如今身未身 其一 京城大道上空思雨纷纷 它像苏油般细密而滋润 远望草色 依稀连成一片 静看时却显得稀疏灵星 这是一年中最美的季节 远胜过阳流满城的春末 其二 不要说观世 涌杂 年纪老大 已经失去了少年时追逐春天的心情 情里忙里偷闲 先到江边春游散心 看看如今的柳色 是否已经很深 此时创作于唐木宗 长庆三年早春 当时韩玉已经56岁 任吏部侍郎 虽然时间不长 但此时心情很好 此前不久 郑州藩镇叛乱 韩玉奉命前往宣府 说服叛军 平息了一场叛乱 牧宗非常高兴 把他从兵部侍郎 任上调为吏部侍郎 在文学方面 他早已生名大振 同时在复兴儒学的事业上 他也卓有建树 因此虽然年近花甲 却不因岁月如流而悲伤 而是幸畏盎然地迎接春天 此时是写给当时任 水部园外郎的诗人 张继 张继在兄弟背中排行十八 故称张十八 大约韩玉约张继春游 张继因已逝盲 年老推辞 韩玉于是作这首诗 寄赠 吉言早春景色之美 希望触发张继的游幸 韩玉自退之 唐代文学家 哲学家 思想家 河南河阳人 汉族祖籍 昌黎 是称韩昌黎 又称韩吏部 韩文公 韩玉二十五岁 中进史 曾任监察御史 刑部侍郎 潮州刺史 国子博士 吏部侍郎等职 他与柳宗元 同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 主张学习 先秦两汉的散文语言 破嫩为散 扩大文言文的表达功能 宋代苏世称他 文起八代之衰 名人列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 与柳宗元并称韩柳 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 其作品都收录在昌黎先生集里 最是一年春好处 决胜烟柳满黄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树梁